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究竟的意义 只要我们一抱持我爱直 就不得安宁 不会快乐 我爱直除了伤害自己之外 还会日积月累 年复一年 生生世世 继续危害所有其他有情 只要执着 我是真实存在的 就没有办法 让你体悟到 我真正的本质 同样的 也没办法让你脱离痛苦和崩溃 我爱直让你每天的作为 内心皆怀有执着与私欲 虽然是积福行善 却难以成为成就菩提或一切质之因 同样的 执着世间的圆满 也不会让你每天的作为 成为脉象解脱道的因 这样跟随无名 你日常生活中的作为 就无法成为对治解脱论 在大乘佛法中 正午之道有 资粮道 嘉行道 剑道 修道 和武学道 在波罗蜜多层 道有十个层次 当你成就建道时 有些障碍就会去除 到了修道 可以去除更多的障碍 当菩萨成就波罗蜜多 称的八地时 就完全去除所有的烦恼障 借着新的修持 到达九地或十地 菩萨甚至可以去除 维系的障碍 由于怀恼 而留存在心中的燃污或石器 成就诸佛的无体心 无体心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态与实践 如此的行为与思维模式 是世间自觉 至高的教育与修行 懂得菩提心的修行 才是我们最优质的生活方式 菩提心 全称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为无上正的正觉心 菩提心是一切诸佛的种子 是一切正愿之事 菩提心是广大喜悦清净的 并且是极难得可贵的 而当生起 拥有无体心时 我们将是全世界 最为幸福与踏实的人 各位升起菩提心了吗 拥有菩提心的我们 从今而后 不准再忧愁 也不准再为自己哭泣 身为菩萨的我们 要为众生的受苦 留下慈悲的眼泪 菩提心就是 悲至平衡与圆满的极致状态 蕴含实相 包容 大力与慈悲等 一切正面等料 培养一颗完美的菩提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圆满菩提心 可以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 例如读经 产修 或者只是买少许的文蜜 正确地放生等等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颗福星 也就是菩提心 要用佛心来过生活 掌养自己的佛心 让他日趋着壮 彻底转化反复心 为佛陀的心 即圆满的菩提心 我们是佛陀的弟子 就要学习佛陀的心 以及学习菩提心 学习以菩提心 应对平时的待人介物 以菩提心 关爱一切生命 更要以菩提心 来念佛持咒 用功修行 将所修的功德 分享与众生 如此 我们的心境将会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我们的心与佛的心相应 自然无碍 就渐渐超越 烦恼执着 突破自我 什么是最好的动机与发心呢 最好的发心 愿一切众生 皆能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的 菩提大愿 为最高尚的 发心与动机 所以成就众生 就是在成就我们 高尚的伟大人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 他所强调的是 个人对于内心发展的责任 也是一条深奥的理性与感性的物主之道 内心发展的责任 就是对于众生的慈悲心与责任心 对自己则要有精进心与菩提心 这一条深奥的修行之路 所实践的是净化自己 与关怀众生两项任务 也就是智慧与慈悲的融合与缘外 正觉就是正物一切诸法的真正觉智 也就是如满的实志 菩提心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后撤十项 并且广运悲心的菩萨们 为了利益众生 不仅能够牺牲自我 甚至还能广现神变 支配万物 这些都是由于菩萨的菩提心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提心才是开阔圆满清净的不思议状态 我们要为培育此菩提心而精进 永恒的依靠 不是男女 不是财富 不是名利 我们尽未来记得永恒依靠 是勇猛的精进状态 以及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我们永远的肩膀 文思正法 实践活道 或许有时身体会感到疲惫 但心不要累就好了 没关系的 心保持快乐就好 修行 就是如此 如果有人能够具足难得可贵的菩提心 一心只挂念着其他众生的痛苦与惠灭 深切地祈愿 并实践利益众生的大心 这样将能得到善法的利益 尤其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而且此人的德行与福德将远胜凡天 作为大乘的修行者 因以世俗 圣意二种菩提心 突破长久生死以来 对于我 我所的执着 更进一步 应该支持 菩提心 超越 力 衰 毁 欲 撑 鸡 土 热等 八风的动摇云染屋 支持 直受认识 物质 无动之意 世间最珍贵的宝贝是什么 就是放舍自我 关怀众生 真正的如意宝珠 是消除我之烦恼 并且更进一步地 帮助众生 服务众生 时时刻刻 怀着菩提心 身体力行 菩萨道 如此 才是人中之宝 世间之宝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闭小镜后 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明峰湖石的梅山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石甲的土地上 陵墓从玉 层层环绕宽广的圆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圆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彼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 眉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云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幻联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得徒 使见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陈慕容医师 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勤洗手 因为生活环境中会摸到各种物品 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 如果再摸到眼、鼻、口 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 洗手不是将双手弄湿就好 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五步骤 湿 将双手沾湿抹上肥皂 搓 手心、手背、指尖、指缝、手腕 全部都要搓洗到 冲 用清水将双手冲干净 捧 捧起水来清洁水龙头 擦将双手擦干或烘干 请记得哦 养成正确洗手习惯 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 出战法的英国 裝點了1200年歷史的古都 蘇雅的新香漠然湧動著 奈良古都建於西元710年 歷經七代天皇在奈良建都 當時稱為平成金 這個輝煌的時代被稱為奈良時代 西元753年 是為法師也和習生命 這句話在中國唐朝香氣 55歲的建真大師花了12年 六次東渡 最後抵達了奈良 十年67歲的建真大師實踐了這句話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 遠渡重陽路遙涉嫌 已經不是歷經萬難所能表述的了 東大師建於日本佛教的全聖時期 保有唐代的完整建築風格 店內供奉15米高的盧瑟納佛 也稱為奈良大佛 現在已被列為世界的文化遺產 建真大師 揭開了日本弘揚佛教的新篇章 於東大師傳授菩薩戒 一時受戒之風盟滿全國 並為日本僧侶重受戒律 被譽為日本律宗始祖 為紀念建真大師點亮了日本的戒燈 天皇赤崩塌為傳登大法師 建真大師創建的唐召提示 依然是日本現在遵行律宗的寺院 建真大師緣集後的墓所也適於此 為法望驅不惜生命 一抹花不開的古韻遺風在靶道上 芥香仍然撲滅而來 萬古流奔芳 應經功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成立諸曰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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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